11月24号 一则关于谭永林和女粉丝的爆料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爆料者称他与女粉丝是情侣关系 由于谭永林和其女友发生关系 从而惹得他十分不满 并表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相 此事惹来网友非议的痛时 网友也在质疑此人到底是不是谭永林 毕竟没有实际的图片 随后没有多久的时间 该网友悲伤牛肉面晒出谭永林的照片 从鞋的款式以及酒店都证明了画面中的那个人应该就是谭永林 面对该网友的指责 谭永林通过公司发表了一则声明 声明中表述会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避免伤害到其他人 面对这则声明 本以为悲伤牛肉面会因此退缩 毕竟在网友看来 他并没有实锤的证据 却不曾想事件再一次升级 也许是谭永林的声明彻底激怒了这位网友 该网友在最新的发文中表示不要来激怒他也不要找资本来搞他 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几十年前的香港你们只要敢声明一次我就垂一次 除了这段话语之外该网友还晒出一张聊天记录以及一张正在穿裤子男士的图片 从谭永林以往在自己社交网上晒出的照片来看 此人有很大几率就是谭永林 这张聊天记录 据爆料者称已经被删的只剩下语音通话 图片也是去年12月份的 因为粉丝拍摄隐藏在了他女友的相册里 这次被发现 不过随后没有多久的时间 此事再次迎来变故 该网友将所发布的消息全部隐藏 由此使得网友推测是不是在商量后续的工作呢 钱财方面 不过此事也仅仅是猜测 虽说很多网友不相信偶像会这样做 但实际上此事发生在谭永林的身上并不是第一次 当年他出轨女粉丝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这么广泛 一些事情留证据也不是很方便 历经了一段时间后 才正式落下帷幕 如果依照当时的那个态度来讲 此事也有可能 不过该网友的这些爆料还不足以将谭永林打倒 毕竟纵横娱乐圈这么多年的时间 他的人脉还是有的 正如网友所猜想的那样 如果没有此事 为何不选择直接报警呢 毕竟现在的网友已经被早前的声明闹得不敢相信 因为声明和律师函的成分很假 葱芦